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当饮食会引发疾病 而合理的饮食对于疾病的防治也意义重大 这里说的疾病主要是指向高血压 高血脂 肿瘤 糖尿病 关心病等这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简称慢性病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关于营养和慢性病关系的书 本书作者是北京安珍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夏蒙 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作者十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 关于作者和临床营养学的渊源还有一个小故事 十多年前作者还是一个神经内科医生 当时四十多岁的他因为工作太辛苦突然得了肾病 主治医生跟他说估计十年之内不会有大事 作者一听吓坏了 难道自己十年后就要靠透析维持生命了吗 他尝试了很多治疗办法 吃了很多药 病情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出现了血压 血脂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让他痛苦不已 作者偶然间上了一个营养学培训班 边学习边给自己调整饮食 没想到三个月后他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了 后来他边学习边实践 并一手创建了安珍医院的临床营养科 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尤其注重将西医的治疗方法和营养学结合起来 十多年来帮助十多万患者重获健康 在这本书中 作者结合多年来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 为我们揭示了疾病和不当饮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下来我会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人为什么会生病 不生病的秘诀是什么 第二 中国人在饮食上存在哪些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吃 第三 常见疾病和饮食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疾病的本质 也就是人为什么会生病 我们知道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 人的一生中体内的大部分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 通过再生来修复损伤 如果细胞损伤的速度超过细胞修复的速度 人就会生病 因此疾病的本质就是细胞的损伤和细胞的修复之间的博弈 除去细胞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外伤等因素 平时的生活中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细胞的损伤呢 答案就是不健康的心理 以及不合理的饮食 运动 睡眠等生活方式 这些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程度越严重 累加的种类越多 对于细胞的损伤就越大 像冠心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肿瘤 抑郁症 慢性肾病等疾病 都和不恰当的生活方式有关 那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细胞的修复能力呢 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 最关键的就是后天的营养状况 也就是你每天的饮食 因为它们是细胞修复的唯一原料 原料不足 修复的速度和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当细胞损伤速度降低 同时又有充足的修复原料 也就是营养方向正确了 疾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甚至有可能痊愈 比如一个人戒烟了 对呼吸道的损伤减少了 再对症补充营养 这个人的慢性肢气管炎就会逐渐好转 而本来健康的人想要不生病 同样需要通过饮食 摄入足够的细胞修复成分 以充分满足细胞修复和更新的需要 那么细胞的修复成分有哪些呢 它们就是身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 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水 人类的食物有千万种 归根结底也是提供这七大类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是怎么修复细胞损伤的呢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为细胞的新陈代谢提供能量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 脂肪类和蛋白质 都是重要的产能营养素 二是成为细胞的结构 人体的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和脂类中的 磷脂和胆固醇等构成 同时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协助 三是调节细胞的代谢 其作用的是一个酶 细胞的新陈代谢是在酶的催化下完成的 酶的主体部分是蛋白质 辅助部分叫做辅酶 辅酶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 另外 内分泌系统也是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角色 它分泌的激素也主要由蛋白质或胆固醇构成 四是七大营养素中的膳食纤维 还用来帮助我们养肠道细菌 人体由40万亿到60万亿个细胞组成 而我们身上的细菌数量是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 并且主要在肠道里 这些肠道细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它们就是靠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养活的 七大营养素各司其职 为细胞修复提供原料和助力 营养素不足或者过量都会带来问题 比如说蛋白质 它是人体最基本的组成成分 人体的免疫系统 大脑神经 皮肤肌肉 内脏血液 甚至是指甲头发 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 如果摄入不足 起初会表现为儿童生长发育迟缓 成人头发稀少 干枯易断等情况 严重的会出现抵抗力低下 肌肉无力 胃肠功能下降 贫血 骨质疏松等疾病症状 但问题是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人们很难意识到 这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 比如很多人以为骨质疏松只是缺钙 但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缺蛋白质 蛋白质在骨骼中 以骨胶原的形式存在 增加了骨骼的韧性 此外它还提供矿物质依附 保证骨骼的硬度 因此身体缺乏蛋白质 自然就会骨质疏松 蛋白质摄入过多 同样会出现问题 比如如果摄入的蛋白质 超过胃肠道的消化能力 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 蛋白质的代谢产物太多 还会给肝脏和肾脏带来损害 其他营养素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 少生病就要注意在日常饮食中 满足这七大营养素的摄入平衡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说到了人之所以生病 是因为细胞的损伤速度超过修复速度 而少生病的秘诀就在于 在日常饮食中保证细胞的修复成分 七大营养素的收值平衡 但是受我国传统的饮食习惯 以及近些年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营养建议的影响 中国人在饮食上存在很多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讲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肉蛋奶类食物普遍吃得太少 吃得少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饮食习惯 在我国的饮食结构里 大多数地区的日常饮食 以粮食和蔬菜为主 动物类食物本就吃得少 二是错误的饮食建议 近些年来 受美国等西方国家营养指南的影响 很多人对肉蛋奶等动物类食物 更加进而远之 认为它们会导致肥胖三高等问题 比如认为蛋黄会导致身体胆固醇升高等 而实际上这些疾病 只有在动物类食品摄入过多 超过限量 并且长期保持饮食不平衡的状况下 才可能引起 美国的膳食指南 之所以特别要求限制动物类食物 是因为它们吃的实在太多了 比如美国人把牛奶当水喝 为了控制喝牛奶的量 美国专家建议 一个成人一天喝牛奶不超过720毫升 而在中国 极少有人能达到这个喝奶量 第三 还有人不吃动物食品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作者提到了一个患者的例子 这位患者突发脑梗死 原来这位患者平时喜欢关注一些涉及食品安全的新闻 看多了就开始不敢吃肉 不敢喝奶 说是有抗生素 不敢吃鸡蛋 说是鸡吃了有污染的饲料 时间一久 身体的蛋白质就出现了亏空 血液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 所以才会因为血压低而脑梗 食品安全的确是现在 以及未来人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但是不能因为害怕风险 就彻底放弃这一类食品 放弃意味着营养素亏空 而且人体有自己的排毒能力 正常的排便排尿出汗等 都能排除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 如果人们不挑食不偏食 即便吃进去一点有害物质 身体也能够排出一部分 那肉蛋奶应该怎么吃呢 拿肉来说 畜类禽类和鱼类 每一种肉食都有自己的优势 没有哪一种是全能冠军 所以我们餐桌上的肉食要多样化 贫血人群要特别注意肉食的摄入 动物肉中不仅含铁丰富 且吸收率也高 可以达到25% 而植物性植物中的铁元素 受植物中所含的植盐酸草盐酸等干扰 吸收率很低 近为3% 除了吃肉以外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 还要多摄入奶和奶制品 除了膳食纤维以外 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 都可以在牛奶中获取 值得一提的是 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 一杯约300克的牛奶 就能满足一天所需钙含量的一半 许多研究显示 钙的有效补充 对于保持血压平稳 降低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病率 以及缓解更年期症状等都十分有益 乳糖不耐的人 可以通过喝酸奶 吃奶酪等方式摄入奶制品 再说说蛋 蛋中最值得一提的营养素是磷脂 我们前面说过 磷脂是人体细胞的结构成分 一个人每天大约需要一克磷脂 一个鸡蛋中就含有约700毫克磷脂 你可能听说大豆也富含磷脂 但要提供一克磷脂 你每天需要吃够100克大豆才行 不仅是磷脂 其实豆类在其他营养供给方面 也代替不了肉蛋奶 比如最重要的蛋白质 虽然很多资料中都显示 豆类中的蛋白质含量 要高于肉蛋奶等动物食品 但豆类的氨基酸比例和人体相距甚远 不能完全被人体吸收利用 最后还需要通过肝脏和肾脏排除体外 反而增加了肝肾负担 所以如果要全面评判食物中的某种营养素 不仅要看其含量是否高 还要看能否被人体吸收利用 如果说中国人肉蛋奶吃得少 那中国人什么东西吃得多呢 答案是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 中国式饮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主食吃得太多了 在我们的传统饮食结构中 主食或者叫粮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民族 粮食是最方便获取的食物 另一方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对人体的意义在于提供能量 越是体能消耗大的活动 比如下地干活 就越是要多吃碳水化合物 但是相比于我们的祖先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多数人每天的活动量不大 消耗能量有限 如果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就会能量过剩 多余的能量去哪了呢 都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 所以肥胖人群尤其要自查主食的摄入量 作者提醒 吃饭时尤其不要忽视那些表面上是菜 实际上是淀粉的食物 比如蓝莓山药 酸辣土豆丝等都应该算作是主食 说完了主食 我们再说说油的问题 这是中国人饮食中的第三大问题 现在一提到油 很多人都觉得要绕着走 尤其是油脂中的饱和脂肪 更被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家伙 吃多了高血压 高血脂都要来了 其实这些对油的观点 也主要来自美国居民膳食之难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 脂肪占总能量的比例较高 达到了34%左右 其中摄入的饱和脂肪酸 有其多 比如牛排 猪排 牛奶 奶酪 黄油等食物 都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原本饱和脂肪酸 也是我们身体所需的脂肪酸 但是吃多了就会带来 诸如高血压 高血脂等问题 不过中国人的日常饮食 是以粮食蔬菜为主 传统饮食中的动物性食品 本就不多 在吃多少油的问题上 其实不需要顾虑太多 真正要操心的是油的质量 油的质量说的是 油里面的脂肪酸比例 可能你会在电视广告上 听到一个词 1比1比1 它的意思是 油里面的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 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之间的比例 是1比1比1 现在这三者之间 更推荐的比例是 3比4比3 那么这三种脂肪酸 主要的食物来源都有哪些呢 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 为动物油 椰子油和棕榈油 单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 为茶籽油 橄榄油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 为玉米油 花生油 大豆油和海洋鱼类 值得一提的是 猪油里的饱和脂肪酸含量 为43.2%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为47.9% 多不饱和脂肪酸 比牛油和羊油都多 从脂肪酸的比例来看 猪油的表现还是很优秀的 因此没必要一说肥肉 一说猪油 就觉得一无是处 再看植物油 大家都说 橄榄油好 然而 茶籽油中 单不饱和脂肪酸 比橄榄油还略高一些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也与其差距甚微 做饭时 可以用混合用油的方法 让脂肪酸更加平衡 比如拿一个油壶 里面倒进去一半 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 茶籽油 再倒进去一半 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玉米油 混合使用 总之 大多数中国人 吃油总量并不算多 所以 你大可不必 一天到晚 想方设法来减少 重视一下 我们用油的质量 更重要 最后 我们再说说 吃蔬菜水果的问题 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C 维生素B2 和胡萝卜素 而且还是膳食纤维的 主要来源 对于减肥 降低血糖 都非常重要 尤其对于防治结肠癌 有显著意义 中国人的蔬菜摄入量很大 但统计学结果显示 中国人的膳食纤维 仍然不足 很多城市的结肠癌 仍旧高发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人们分不清 什么是真正的蔬菜 比如 很多人认为 炒土豆丝 它就是蔬菜 但土豆中的淀粉 占到了17.2% 它属于主食 而不是蔬菜 再比如 煮花生 也不是蔬菜 只能算坚果 再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食品 比如 腌菜 咸菜等 这些食品中的维生素 矿物质 大都消耗殆尽 而且其中的盐 甚至是亚硝酸盐 往往都超标 因此更不能算作是蔬菜 现在你可以想一想 把这些菜排除在外之后 你家的餐桌上还剩下哪些蔬菜 再者 蔬菜和蔬菜还不一样 想要吃对吃好蔬菜是很有学问的 作者给了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 看颜色 研究发现蔬菜营养价值的高低 与颜色有着密切关系 颜色深的蔬菜 普遍营养价值较高 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最高 比如 西兰花的营养价值 竟然是白花菜的88倍 第二 看部位 部位不同 营养素含量也有高低 例如 蔬菜根部要吸收土壤中的各种营养素 来维持自己的生长 所以靠近根部的精的下端 营养素含量很丰富 像莲藕等根精类食物的营养价值 就比粮食的营养价值要高 叶子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 所以叶子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比如 芹菜叶的胡萝卜素含量 就是芹菜精的6倍 第三 看新鲜程度 蔬菜买来要尽快吃完 长时间储存后 营养素会大量流失 即便放冰箱冷藏也不能幸免 比如 青豆冷藏一周后 维生素C会减少77% 但有实验证明 零下18摄氏度以下速冻的蔬菜 与新鲜蔬菜的营养价值差不多 一些含糖分多 表皮较厚实的蔬菜 如豆角 青椒等蔬菜 比较适合冷冻储存 说完蔬菜 再来说说水果 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 可以维持细胞的正常分化 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预防 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科学研究表明 经常吃水果可以明显降低 患肿瘤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可是在中国居民的膳食中 水果一般是作为零食和甜品出现的 很多人更是认为 它是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的祸首 这样的观念 影响了人们吃水果的意愿 导致水果摄入量不足 但实际上 这些对水果的看法都有时偏颇 先说吃水果跟糖尿病的关系 水果中含有丰富的果糖 果糖的生糖指数很低 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食用 生糖指数反映的这种食物 升高血糖的速度和能力 如果100克葡萄糖 生糖指数是100的话 100克馒头的生糖指数是88 而果糖只有23 所以很多水果其实不太容易生血糖 那么多吃水果会不会导致肥胖呢 这其实跟吃水果的时间有关系 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 喜欢饭后吃水果 但是水果含有较多碳水化合物 属于隐形的主食 吃饱饭后把水果当成饭后甜品 这无疑会增加能量的额外摄入 增加肥胖的概率 那水果应该什么时候吃呢 在2016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 有一个食物餐盘 里面有四种成分 意思是这四种成分在这一餐当中都要吃 包括古薯类 蔬菜类 鱼肉蛋类和水果类 也就是说水果要参与到正餐当中去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中国人在饮食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误区 认识到这些问题特别重要 因为长期的饮食不平衡会带来各种疾病 我选择了书中提到的四种常见的疾病 来给你讲一讲 首先我们来说说关心病 关心病是冠状动脉狭窄或堵塞引发的心脏病 我们前面说过 每个细胞都有生命周期 新细胞会不断代替旧细胞 而血管内皮的细胞周期格外短 实验证明只有一天左右 在一天的周期里 老的血管内皮细胞释放雕王因子 告诉基底细胞要努力分裂 以补充足量的内皮细胞 这样就能保证血管的内腔表面光滑 如果新的内皮细胞产生太慢 或者质量不好 导致血管内腔表面出现缺损 就很容易引发血小板的聚集 形成血栓堵塞血管 通过前面的讲解我们知道 维持细胞正常生长需要原料 也就是营养素 那么这些血管内皮细胞 喜欢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就是前面提到过多次的蛋白质 磷脂和胆固醇等 这些营养素从哪里来呢 第一是直接从动物类食物中来 比如肉蛋乃鱼是极好的来源 但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 仅仅靠吃动物类食物是不够的 还要依靠肝脏的合成 尤其是到了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肝脏会把平时储存在肝组织中的 营养物质转化成细胞 能够直接利用的营养素 然后通过一种叫做低密度脂蛋白的载体 把这些营养素运输给血管内皮细胞 参与内皮细胞的修复 但是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 就会被血液中的青道夫 单和巨氏细胞识别并吞噬掉 从而引发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过多斑块堆积 最后就会把血管堵塞 所以为了避免关心病 我们一方面应该摄入充分的动物性食物 给血管内皮细胞的快速更新 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 另一方面就是确保低密度脂蛋白 这个运输队长不要被氧化 这就要求我们多摄入抗氧化剂 维生素A 维生素C和维生素E 是人体内的抗氧化铁三角 三者协同作用 抗氧化的效果最好 维生素A主要来自动物食品 尤其猪肝中的含量最高 维生素E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油和坚果 还要多吃水果 以保证维生素C的充分攻击 最后晚上还要保证充分休息 让肝脏把他的工作好好完成 说完了关心病 我们再来说说甲状腺结结 甲状腺结结是甲状腺细胞异常增生后 在甲状腺组织中出现的肿块 目前甲状腺结结已成为身体很常见的问题 关于甲状腺结结产生的原因 有人认为是点盐摄入过多 也有人认为是点摄入太少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搞清楚甲状腺的工作机制 甲状腺激素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激素之一 会影响大脑的兴奋程度和人体的代谢速度 如果甲状腺激素多 就会导致脑细胞兴奋性增加 出现失眠心悸 肌肉抖动 兴奋出汗等症状 如果甲状腺激素少 人则会出现精神不振 全身无力的表现 甲状腺细胞里储存的是分泌好的甲状腺激素 当人体需要甲状腺激素时 甲状腺细胞就会把甲状腺激素蹦出去 通过血液传送到全身各个地方 给细胞传递一个重要指令 就是疯狂干活 于是全身的细胞代谢就旺盛起来了 甲状腺细胞的日常工作是生产甲状腺激素 而制造甲状腺激素最基本的原料 就是点和氨基酸 其中的点 我们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为150微克 日常摄入点中有三分之一进入了甲状腺 氨基酸主要是由蛋白质提供 在人体内合成甲状腺球蛋白 和点共同助力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当饮食中的点或者蛋白质等营养素不够的时候 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素就会减少 司令官夏秋脑就会立即感觉到 会本能地怀疑甲状腺激素减少 是因为甲状腺偷懒 于是通过释放更多醋甲状腺激素 发布命令给脑垂体 脑垂体这个小领导收到命令 就会接着往下派发任务 方式是释放更多醋甲状腺激素 这些命令就像一个小鞭子一样 抽着甲状腺 让甲状腺努力干活 增加甲状腺素的分泌量 但是这个过程不仅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 还会促进甲状腺细胞的恶性增生 此时做B超的话 就会显示甲状腺多发节节 如果你还是一如既往地 按照以前的饮食习惯吃 长此以往营养素的缺乏是硬伤 即使命令下达再多 甲状腺也没有办法造出更多的激素 但是促进甲状腺增生的命令还在下达 于是B超上所见的节节会更加严重 归根结底 甲状腺节节是身体长期缺乏蛋白质 点等营养物质的结果 可能是两者都缺乏 也有可能是缺乏其中之一 因此我们平时看到节节 不要先想着如何吃药 如何手术切除 要想想是不是营养素的缺乏导致的 补充蛋白质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 那怎么补充点呢 很多人觉得吃含点盐就可以了 但是现实中 由于制盐储存运输等过程中 点的损耗非常多 所以要补充点 作者建议我们最好多吃海产品 比如说裙带菜 紫菜 海带 虾皮等都是含点量极为丰富的 但又有数据显示 海边的人反而更容易出现甲状腺节节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海边生活的人 祖祖辈辈都把海产品当作饮食中最重要的部分 为了保持体内点含量的平衡 他们在基因表达方面 胃尝到吸收点的能力就比较低 但是现在人们的食物选择比较多 沿海城市很多人的饮食当中 也减少了海产品的摄入量 而他们的基因当中还有老祖宗的基因表达 也就是对点的吸收率比较低 所以如果海边生活的人不注重点的摄入 会比内陆的人更容易出现甲状腺节节 甚至是甲状腺癌 有甲状腺节节的人 一方面要自查一下 自己吃含点的食物是否充足 另外一方面要补充肉蛋奶 通过正确饮食 把甲状腺细胞需要的原料备齐 细胞才能以精确的程序 完美分泌出甲状腺激素 如此才能保证甲状腺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便秘和饮食的关系 说到便秘 通常我们会想到 要多吃蔬菜水果补充膳食纤维 要多喝酸奶补充益生菌 在这本书中 作者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角度 那就是便秘可能是你的肌肉无力造成的 而肌肉无力的原因就是营养不足 也就是说你便秘的原因 也有可能使肉吃少了 分布在胃肠道的肌肉叫做平滑肌 这类肌肉多不受自主意识的控制 有自己的收缩节律 比如胃肠道蠕动多少次 你就无法控制 如果胃肠道的平滑肌营养不良 就会出现收缩无力 从而导致胃肠功能不足 引起便秘 作者遇到过很多便秘患者 他们吃了很多益生菌和膳食纤维 大便还是困难 了解了患者的饮食之后 作者发现 这些患者就是因为吃的动物类食物太少 导致的平滑肌无力 平滑肌之所以能收缩 是因为含有可以滑动的 机球蛋白和机动蛋白 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 这两种收缩用的蛋白结构 就会发育不良 而且平滑肌本身也是细胞构成的 细胞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 磷脂和胆固醇 因此缺少动物类食物 会造成组成肌肉细胞的原料缺乏 最后我们再说说抑郁症 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 跟一种神经地质 无抢色案的缺乏 有很大的关系 无抢色案也称血清素 在认知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大脑记忆和情绪等 都跟无抢色案有关 如果缺乏这种神经地质 就容易患上抑郁症 研究表明 参与合成无抢色案的营养素 包括色氨酸 欧米加三脂肪酸 美和心 色氨酸是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不能靠自身合成 只能从食物中获取 那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色氨酸呢 含量最多的是动物类食物 另外豆类中也有一些 欧米加三脂肪酸在深海鱼类食物中含量较高 美在粗粮绿叶蔬菜和海产品中都有 新含量最高的是牡蛎 其次是动物内脏 所以抑郁症患者必须多吃一些动物类食物 内脏也要每周吃一些 这样才可能缓解抑郁症状 作者从2004年起 开始对门诊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 增加了对应饮食指导 他发现增加了营养方面的辅导后 患者一方面身体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抗抑郁药能够很快撤下来 且不容易复发 除了上面说到的这几种病症 这本书中还列举了其他几十种病症 都和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反思 从营养素这个角度找找原因 想想办法 好 你是你吃出来的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 我们下期见